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日本东京都警方今天扫荡了的五间贩卖五马成人影片的店面 一举逮捕了17名贩售光碟的男子 并且没收57 9万张五马成人片 2005年日本警方调查 贩卖五马光碟店就有超过200间 警方宣称这是调查清单上最后的五间贩卖五马光碟店在东京都内不复存在 综合媒体报导 被捕的17名涉案者年龄从22至79岁都有 其中以47岁的森田有章为首 而此次没收的57 9万张光碟创下了历来没收量最多的记录 市价超过2亿日元 约新台币5400万元 日本警方估计过去几年来 这五间位于新宿格武寄厅的店面就赚进超过18亿日元 约新台币4 86亿元 这17名男子涉嫌违反散不猥亵电磁记录 首脑森田被捕后坦诚犯案 表示是为了赚钱为生儿之法犯法